很多人說這一切是世俗的事 基督徒不應該在意 事實就是 就算不是基督徒也會在意這樣的事 甚至左派也會在乎 因為這是很基本的常識 英國有一位女孩 基本上你看她說話的內容 還有她的穿著 她是一個非常左派的一個人 她在網路上發布了 她在無性別區分的 更衣室的一個經歷 她在上面說 她非常支持這個方向 因為她很政治正確 她很有愛 她尊重每一個人 她嚮往自由 思想開放 接受多元 但是不管什麼 非二元的性別廁所 跟醫師會帶來多大的進步 世界會有多平等 實際情況卻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剛在加坡培園 我已經很愚蠢 感情感到這 但我試穿了一些衣服 而且它是一種的衣服 換衣服 在我身上 我真的滿滿的 而且我愛它 因為它們都很喜歡 因為它們都很喜歡 但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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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and i yeah it was two different people um clearly from the same group and there was nearly like probably like 100 changing rooms available um so it's not like you know it was like always someone in here or not it was you know clearly um yeah i just want to say to people please be careful um and if you go in the changing room try not go on your own um i will never be doing that again i would rather take it home try it on and then take it back and get refunded 这个女的说她再也不会在外面的更衣室换衣服了穿衣服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感觉到自己被逼迫 为什么她连在买衣服的时候我们常做的非常基本的事情都会感觉到被威胁 因为现在男人可以在女人的空间脱光光然后真的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都是脑子有问题的男人 常常是脑子有问题到认为自己是女人的男人这些人有非常奇怪的性癖好跟性冲动 还有这些脑子有问题而且有奇怪性癖好的性冲动的男人会在女人使用更衣室的时候把他们的门打开 哇哦好令人压抑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谁猜到这些变态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对我来说这是当然会发生的这是必然的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会允许我们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会让我们的女人被其他男人欺负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这些神经病的思想 那为什么我们会接受这些思想 因为这些自由派的专家不断的告诉我们男人跟女人没什么不同 是平等的 就算我们看男人跟女人的时候有明显的不同 不管是什么种族男人或女人都是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我们必须要忽略这些不同 我们要接受他们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不然我们就是歧视 如果事实不符合他们的理念的话 这绝对不可能表示他们的理念是错的 这表示我们要忽略 无视 甚至拒绝事实的存在 导致女人不敢去买东西 不敢去上厕所 不敢把你的女儿单独放在女性的更衣室里面 例如像说公共游泳池里面的更衣室 因为里面有很大的几率会有变态的老男人 有各式各样无耻的性癖好 准备要侵犯他们 那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要改变规则吗 我们要站起来跟这些天马行空的人说 他们错了吗 我们保守派常常说 我们要废除这边的什么gender clinic 性别确认诊所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我们要改变这些 性别确认诊所的运作模式 如果她是一个女人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男人的话 就送去女性专属的性别确认诊所 去那边他们会帮他们化妆 打扮 穿裙子 让他们看起来像个女人 然后教导他们 女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女人 如果说她是个男人 然后她自己说她自己性别错乱 那就去男人专属的性别确认诊所 给她跟雪茄穿上西装 教她男人应该要怎么走路 不要畏畏缩缩的 怎么样像一个男人 我们这个世代的确是需要正确的性别确认诊所 所以秦政国市长11月到国会之后 请马上开始写这个法案 让我们的男人更像男人 女人更像女人 保护我们的小孩 不要跟这个英国的女生一样 被这样公开的被侮辱 被性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